黑男被帶上執行署公務車 因為他積欠100萬元罰還 原因就是他在居家檢疫期間 出去趴趴走 一旦這名34歲的曾姓男子 109年2月到菲律賓玩 7月返回台灣 才隔離3天 就出門跟朋友吃飯 被鄰居檢舉 經過調查 一共外出72小時又45分鐘 被衛生局重罰100萬元 因為預期每繳罰還 被移送宜蘭分屬執行 辦理分期付款 還是不按時繳納 而且常常搞失蹤 最後向法院申請拘提 23號到曾姓男子住家歹人 送進宜蘭管收所 曾男生表示 月申辦分期每期繳納3萬元 卻總是持繳 或耍賴每期經繳納1萬 分期後一年經繳了12萬 再及其他罰還 人積限超過89萬元罰還 經過行政執行官調查 曾姓男子是水電工 有正當工作 甚至還有能力借別人錢 看起來經濟上沒有困難 這回被管收 儘管他已經繳了12萬 但要是不盡快還清 恐怕就不能像以前一樣 自由自在 想去哪就去哪 TVBS新聞撿大廠 黃靜芬 宜蘭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